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 9点22了 超过了22分钟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的任务的确实比较多 这个项目算是比较复杂 有峰在问说 Inference和Inference Fast有什么区别 那这样吧 大家如果还想继续听呢 可以接下来听 大家如果不想接下来听的呢 可以离开比如说去吃饭 你现在是什么总语吗 那我反正给大家解释的部分呢 答疑的部分我会录下来 到时候大家也能 在回话的时候能够听到 是这样的 Inference和Inference Fast 它的区别在于说 一个Inference这个 你选这个模式呢 我们会做跟SSD这边论文 它有卡费的实现呢 跟它的卡费的实现 做完全一样的事情 在找比如说 想要做那个后期 所谓postprocessing的步骤 就是在这一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检测出来很多杂金 很繁杂的这些 Bounding的 是这些盒子 对吧 我们只希望保留其他一些嘛 那我们怎么选呢 我们就要选说 比如说有几个盒子 几个框是重合的 我们就保留 先看这重合的框 这两框里面 每一个框的概率最高 把最高的那个保留下来 然后呢 找哪些给它重合 如果重合的IOU 大于我们设定的 IOU的值的话 我就把那个重叠的 并且概率不是最高的 那些框给去掉 这样就把它弄干净的 弄成下面这个了 那标准的Inference的实现呢 按照SSD的做法 就是它会考虑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都在这个位置 假设有两个框 假设这两个框 是不同的类别的话 那它也不认为 它们是应该互相取缔 就是保留最高的那个 把重叠度高 然后不是概率最高的这个去掉 它认为说 只有当它们是检测到的是 同一个物体的时候 我才把它们做这样 相互计算IOU 相互去除 如果它们是不同的物体呢 那我都保留 我认为这一个位置上 我同时可以有两个 不同类别的物体 我会把这两个 不同类别的物体的框 都保留下来 一个比如说是水行人 一个比如说是水交通的 我都保留下来 那Inference Fast呢 就是说 我想做得简单一点 快一点 只要是这个点上出现了很多个box 如果它这box间是重叠的 那我就看选择最高的这个概率的 盒子保留下来 把其他所有的跟它IOU 就是重叠度比较高的去掉 不管它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类别 所以说Inference Fast 有可能会去掉两个不同类别的物体 在同样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 一个骑进车的人 跟在一个汽车的后面 那它有可能 它们两个在某个时刻 恰好它们的位置 中心位置是重叠的 那在Inference的这种情况下 它会保留两个框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这个骑进车 这个骑车人吧 这两个东西都保留下来 如果用Inference Fast 它只会看这两个 在图现在同一个位置的两个目标 它们哪个的概率 最后检测出来 预测的概率高 如果是行人的概率高 它就只保留行人这个框 会把汽车那个去掉 如果汽车那个高 它会把行人这个去掉 这就是Inference和Inference Fast的区别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代码 它们的实现其实很相似 而且还挺简单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模式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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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Decoy Decoy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DecodeFast在这里面 它选择的是这个Prediction里面 它首先是做它要做三件事情 一个是按照概率的预值选边界框 我们会检测出来很多很多的 可能几十个不同的上百个 或者上千个的一个框都有可能 去给内层的特征图的像素大小 和里头选择每一个点上 它有多少个Aspect Ratio 长宽比 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值筛选以后 如果某一个框它对应的概率太低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不太可能是一个目标 就去掉了 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是做Line Max Suppression 如果有两个框是重叠的 我们就把就保留了两个框重叠里面的那个概率高的 这一点就是DecodeFast和Decode普通的区别 选择最高我要不要考虑类别 假设两个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类别 我是不是也要把那个类概率低的删掉呢 Fast里面就是我也不管它是一个同一个类别 只要它概率不过高 然后重叠得越高 我就把它删掉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Inference的情况下就是 如果它们两个重叠 除非它们两个是同一个类别的重叠 我才把它去掉 第三步就是TopK的三选 我们最后只保留TopK 比如说最后只保留五个 我觉得我的图里面最多会出现五个目标 那我就按照个概率排序嘛 Max Nomax Suppression以后 按照概率排序选拼 如果K为五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比如说 就是Perform Nomax Suppression这一步 就是它们的区别 它就是 把那个里面最高的那个值找出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段代码 就是做这种事情 大家也可以看 要比较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嗯 普通的Decal 这个运行 因为这个运行会很花时间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两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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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KerasLayerDecodeDetectionFast 一个叫做KerasLayerDecodeDetectionFast 你知道这两个文件 有区别 就能知道 它们 差别在哪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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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 装进去 再装进去 再装进去 好 放进去 放进去 再装进去 就是 再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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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子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选的是催催明的这个模式的话呢 那它的输出不就是需要这样 需要来解码一下 解码的实现呢 也是有两个实现的 一个是如果它是用 像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样子 是用这种类 从Keras的layer 这样Keras的engine.topology layer 继承过来的 那它就是一个 这个类就是相当于是用Keras实现的 那用Keras实现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可以利用 Decode是已经实现的 所以大家反而可以去看那边的代码 来理解这个Decode的实现 嗯 中文字幕——YK